侯天还是歪的 你不懂 这饭娘就过了 还剩这么快 不吃不就浪费了吗 快梅雨昕 我以为你 可不可忍 我以为你 那是什么 不是 他人能不喜欢 那不是 我以为你 你说到其他人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 他让他把贬任 他把贬任 我把贬任 我谁 也不贬任 就贬任 还有什么 他就贬任 他就贬任 也是 老邦子 赶紧把药捡了 好吗 都说了 赶紧地跑起来啊 牛宝权 我就配合你了啊 菜上来也不说一声 南瓜蒸蛋 下个菜快点啊 来了 来了 南瓜蒸蛋 少主仙都能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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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呢 一定是他们弄错了 少主 稍等 少主 桂花糕 来 来 来 白猪啊 西兰花 残豆百合 白猪罗死 糟了 没上东派的了 刘伯荃 这个吧 刘伯荃 我带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你躲着我也没有用 再出一样额头跟你没完我 这盖死的宫规 白猪排骨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我 白猪排骨 一定是我之前的打开方式不对 劳烦这一次您亲自来吧 不 这是参选女子的预牌啊 怎么会在这儿呢 少主 你真好看多了 真好看多了 好像还是歪的 哎呀 你不懂 糟了 这人一时划归 不再上手别怨 大概也是个少主 你是做什么的 什么事啊 我是这里的试读师傅 少主们的饭菜都要经过 我先试一试 才能端上去 这些菜都没事 我先走了 这用嘴亲自试读 我还是第一次见 你是 谁家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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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闻这个六少主啊 体饿多病 难成大事 新川主就没有那么伤心了 这宫里 竟是看人下菜节的事 自然而然 就对六少主 没有那么在意了 这样说来 他还挺没有存在感到 六少主 六少主 那你说说看这六少主 他长什么样子 他这个人 比较 朦胧 朦胧 展开说说 他存在感很低 在一群人之中 你很难发现他 就算他站在你面前 都有可能认不出他 在宫里若有四无的 你这描述得倒是挺准确的呀 改日我见到六少主 让他考虑你一番 那都不用了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士徒师傅 那 这里都没什么问题了 我先走了